這個目前所知距離地球最遠的年輕星系 被天文學家命名為GNZ-11 距離地球134億光年 由於距離關係 能看到一個星系剛生成的樣貌 目前觀測到的是 它在宇宙大爆炸後4億年的模樣 天文學家們通過哈勃望遠鏡 接收到的波長顏色 來判斷GNZ-11的距離 距離和時空越遠 顯示的波長顏色越紅 這被稱為紅項移動 GNZ-11的位置在大雄星座方向 事先探測到最遠星系的紅項移動數值 只有8.68 相當於132億光年 而GNZ-11星系為11.1 距離宇宙大爆炸更近2億光年